阿公阿嬤是打開Google的智慧鏡頭功能對著植物進行拍照搜尋 馬上就會自動辨識出植物的名字 因AI時代的來臨,帶大學推廣教育處特別安排管理學院長王志堅 與樂嶺大學學員分享人工智慧與產業的應用 帶領阿公阿嬤學習如何使用手機解決生活問題 AI這個東西大家一開始會害怕 就好像我們剛開始電腦化的時候 我們也會擔心說電腦搶了我們什麼的生活 或者搶了什麼樣的一個工作 可是其實我們只要善用AI 就好像我們善用電腦一樣 那你就會發現你的工作變得很有效率 本來需要很多天的事情 那你現在很快的時間就能完成了 那以前想像不到的事情 現在都能夠很棒的一個完成 這其實是我們現在工作上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王院長進一步表示 手機有非常多的功能 這次課程叫樂嶺大學的阿公阿 如何使用手機的功能 讓生活更加便利 這每一個課程 這邊安排的 大部分都是比較新穎 對時代比較得到 剛才這個老伙人說出來 我們可以了解 可以跟小人溝通 可以跟自己溝通 對嗎 大大學樂嶺大學 結合七大學院的教學特色 規劃一系列課程 讓阿公阿嬤活到老 學到老也希望透過手機相關的應用 豐富他們的生活 大一大學樂嶺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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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